最近小小带你关心 宁东县常治相在昨天晚间8点多 发生了一起人伦悲剧 60多岁的正姓男子 疑似受不了经济压力 持水果刀 砍杀自己的亲生儿子 束刀 刀刀致命 儿子是伤重不治 当场身亡 而是嫌杀人的正姓男子 随后也喝农药轻生 面前现场拉起床床封锁线 见识人员来回穿梭 现场拍照搜证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案发地点就在屏东常治乡 品尝这里夜深人静 现在却传出恐怖命案 案发现场留下正姓男子 吐出来的农药残留液体 当时他先拿水果刀 狂刺自己儿子束刀 接着再喝农药轻生 社会的边缘富 因为也在申请低收跟中低的清醒 目前是这样子 其实很厉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有经济压力吗 经济压力当然是有 坦白讲经济都不是很好 无论被剧为何发生 警方目前还在调查 涉嫌行凶的正姓男子 领有低收入补助 疑似受不了经济压力 和儿子同归于晋 被砍杀的儿子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下手行凶的父亲 目前还在医院 紧急抢救当中